女人是一种神奇的动物 如果她不喜欢这个男人 那么不管这个男人对她有多好 她都会回避 即使心里接受了这个好男人 有些愧疚 但是感情不能强求 她也不会爱这个男人妥协 对于女性来说 是否已婚或未婚 经常让她的心 想要和缺乏爱 一直对她好的男人 将她的择偶标准 如果有一天能与爱关于男人之前 所以她将依靠男人 不自觉地 并找到一种方法 把一个男人变成一个爱人 她曾经不愿提起的过往 在每个女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难以忘记的一次 这是一个字的感觉 让她 她是一个爱的一生 因为受到伤害我的心 她一般不会告诉任何人 即使是最好的女朋友 她也只能默默埋在心里 只希望有一天 能遇到一个不用说 能理解她的人 一般来说 女人的感情创伤 只有在她感到孤独 或再次经历悲伤之后 她才会情不自禁地与人交谈 而她倾听的人 要么是一个她绝对信任的男人 要么是一个 她从未在网上见过的陌生人 但如果是异性朋友 那么在说出这些隐私之后 她已经不再把男人 当作普通的异性朋友 而是可以发展恋人 她孤独或有趣地私生活 当一个女人独自生活的时候 她为了不让自己太孤独 会想办法让你的生活更有趣 喜欢女朋友的朋友出去玩 或者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些事情是否涉及隐私 她没有告诉其他的人 自己的生活 即使有时候误解别人的 她没什么好解释的 异性的信任是一种罕见的事情 当有一天一个男人认为女人是一个好女人 还是女人害怕男人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她会清楚地告诉那个人 她的个人生活 比如去哪里 做什么事情 甚至对男人在一起 让男人自己的房子 这是女人的信任 一个人喜欢做的事情 男人千万不要装傻 她会把她家详细的情况告诉你 在感情里 一旦女人认定了你 就是自己这辈子非嫁不可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 女人就会对你特别地信任 所以她会把自己家里的家庭情况 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她希望你在爱着她的同时 也能够接受她的家庭 所以她自然是会全部都告诉你的 毕竟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所以既然如此 还不如早点告诉你 让你提前做好准备 像这样会对你全盘托出的女人 是真的已经做好了 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打算 当然了 这也说明 女人已经把你当成了自己人 根本就没把你当外人 所以才会把自己家里的情况 都告诉你 她会把她的经济情况告诉你 现在这个社会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没钱 却是万万不能的 所以当一个女人 她会如实地 把自己的经济情况都告诉你的时候 那么她一定是已经做好了 和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准备 所以才会把这样 私密的事情告诉你 其实钱是一种很微妙的事情 凡事和钱有关的东西 都会有所接怀 毕竟亲兄弟都要命算账 所以如果一个女人 她没把你当自己人 是不会轻易把自己的经济情况告诉你的 所以如果你女朋友 会把自己的经济情况告诉你的时候 她一定是没把你当外人 男人一定要知道 三 她会把自己手机中的支付密码告诉你 现在的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 很多人即便出门不带钱 也可以买东西 手机支付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 但是即便如此 不管是手机中的微信支付 还是支付宝支付 都会有支付密码 像这样隐私的秘密 肯定是除了自己 不会轻易告诉别人的 对女人的生日 年龄 大小 这些都是她不愿意表现出任何的话题 只有在人进入她的心 她会放下矜持的女人 这也是为了给男人机会 让一个人更要照顾她 所以男人应该明白 直到如果你还不懂女人的心 那你就真的不行了 女人爱不爱 有多爱 这些都不是秘密 哪怕她再聪明 掩饰的再好 都会暴露出来 所以当一个女人 愿意和你分享自己的隐私时 她一定是已经把你当成了自己人 所以才会对你这般的信任 一个没把你当做自己人的女人 是做不到的 男人一定要知道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